产后复出的歌手范薇琪 做客好友小S主持的综艺节目《康熙》来了 原本是要为新书宣传 畅谈从怀孕到生产一路以来的艰辛 不过却意外曝出两人竟互有心结 喜悦的姐妹情似乎正受到严峻的考验 范薇琪一月早产生下双胞胎大小熊猫 小S和姐姐大S体恤孕妇生产的辛苦 选择第二天才去探望范范 两人贴心的戴上口罩踏进病房时 发现里头热闹的像在喝下午茶 还有梁静如 甲友杰等其他访客 黑人则躺在一旁 任由妻子与别人寒暄交际 小S一方面欺黑人没有照顾好范范 另一方面加码抱怨 第一个知道范薇琪生产的人是吴佩茨而不是他 让他心里非常不是滋味 对于小S感觉自己没有受到重视 范范连忙解释 因为在生产当天吴佩茨刚好打给他 所以才来陪产 不过吴佩茨在微博的发文 却说他是在早上突然接到电话 帮忙取消航班冲去医院 一切的一切都还历历在目 明显和范范的说法有很大的出入 也让外界是屋里看花 搞不清姐妹涛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 夜死了讯讯中心特别报导